受东北季后风的影响,本去好雨不断,马来西亚蔬菜收成不佳,渔夫也无法出海捕鱼,导致蔬菜海鲜产量减少,价格纷纷上涨 新加坡果菜出入口工会的副总务陈春发指出,本地进口的蔬菜大约有一半来自马来西亚 由于大雨不断,蔬菜的产量减少,西马两国的业者便展开拉锯站,推高了蔬菜的售价 陈春发也指出,大约两个星期前,也就是过了圣诞节之后,蔬菜就陆续起价,价格平均上涨大约30%至50%,但一些蔬菜种类的售价却起得厉害,例如菜心就比平时贵了百分之百 另外,收访的鱼饭表示,年底年头期间,本区域都会刮起东北季后风,风大浪大,渔夫无法出海捕鱼,导致鱼价高涨至少20%